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當初接到這部劇的時候 大家的腦袋都有很多幻想 會不會像激戰嘉輝哥一樣 又要跑山 什麼車輪 沒有那麼硬性的 但是我記得我們第一天上課 學拳擊 再加一些體能的訓練 我們沒想到原來加在一起 我們那天完結後還要去排舞 只是站在那裡 要跟老師說對不起老師 我們會跟動作 但我們真的沒有力 我們幾個就站在後面 搶著站在後排 吃東西方面比較辛苦 因為本身胃口不大 所以你要增磅 所以要吃很多 反而吃是最辛苦 我也是 因為每一天下班 下班後就立即叫外賣 或者在家裡做了一些食物 然後就回家吃多一頓 才可以再看劇本再睡覺 但其實是辛苦的 因為那段時間是沒有餵口吃的 你完全是不想吃的 但你又必須要吃 那一刻就會覺得 自己好像動物 為你衝擊而用 就是它已經不需要想好味 反而剛剛你說 有沒有我們比試一下 那些身形 哪個好些 反而我們打的道具 大家就有一個想鬥的心 哪個打得好些 還有鏡頭會拍我們打這個 大家都想在鏡頭面前打得好看 所以大家都會 一個人只有一個 大家都會搶雜 搶著練練那個 我之前拍過打天下 打天下 我覺得比較大分別的就是 BOSSING就只是用手 我們記的招 大家都是手記的東西 記得多些 其實是某程度上記得快些 打天下 因為空手道 有腳的動作 所以他記的東西 就多一層 還有打的方法都不同 你多了腳 多了其他東西 那我自己覺得 其實兩件事都好玩的 我自己覺得 你講一下皮球 游泳來說 因為我 剛好上一部劇 就是游泳 但我自己覺得 那個辛苦 游泳比較辛苦 因為那個天氣的問題 但值得一提 就是在拍打拳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很多場口 也有很多觀眾 即是很大型的場口 而他們真的可以給你支持 你表演機 其實真的是凌晨4點了 很辛苦 但是 那一刻你看到外面 大家還默默地坐在那裡 那些力量又好一點 所以又不是覺得很辛苦 那你問會不會痛 也是會痛 也是會有感覺的 因為始終打漏皮肉 但是能夠誠實 因為當時大家打的 神上線數都很高 即是所有東西都忘記 還有我們有一個協議 就是 抱歉 剪掉機器 因為有時候 其實那拳打得很漂亮 但是 那拳就不能用了 運動東西 又有運動東西 好玩 因為你拍這些運動 一定是一大群人 一大群人拍的時候 其實會很開心 即是我們開工的那幾個月 因為大家都天天一起 那段時間其實雖然是辛苦 但是其實大家都會享受 可能是靜態一點的運動 例如草地滾球 就是冰壺 可能事情會不會那麼辛苦 又有成就感 又有成就感 玩象棋 又學到新的東西 第二集 音樂 一驚 六 五 七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